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安格斯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 我的YouTube頻道是一個蘭花頻道 我在這邊與你們分享蘭花相關的種植藥領 個人經驗 我學習到的技巧 蘭花欣賞 等等等 如果你想要學會怎麼養蘭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通知鈴鐺 這樣每當我上傳新的影片 你就會收到即時的通知 今天的這個影片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這顆特別的蝴蝶藍 它的名字叫做羊羊Blueberry 它的綽號叫做藍莓 那它的這個清本呢 分別就在這個影片的下方 那其中的一個清本呢 就是它的第二個 有原生種的Biolecia indigo在裡面 另外呢 這個影片的一部分 也將是我來用影片的部分 來幫大家做一些問題上面的回答 那首先呢 我們就先把時間往前拉到 當時啊 最初我剛買回來時候 它的一個樣子 影片中 右邊的這個 是我子馬丁 上一個開花週期的最後一朵花 當時呢 剛好它有一點點的重疊 所以呢 就給你們看一下 它們擺在一起 它的這個藍色紫色上面 這樣的一個對比 那這顆藍花呢 因為它本身有Violecia 這個原生種在清本裡面 所以它的花形 還有它的一個味道啊 其實跟Violecia 都非常的類似 主要呢 就是有一點甜甜 再一點點辣辣的味道 有點像肉桂那種感覺 那種辣辣的味道 聞起來挺好聞的 那香味也是在白天的時候 中午以前比較濃郁 那一直到了下午之後呢 開始就會慢慢的 逐漸的淡缺 這個藍花呢 之所以會引起我的注意 主要是因為它的這個藍色 還有它的花開出來的大小 應該說紫藍色 因為其實真正在藍花的這個領域裡面呢 其實沒有真正的藍色的顏色 頂多就是紫色 紫的非常像藍色 很接近藍色 那最深的紫色 接近藍色呢 我們就會叫它做Indigo 所以呢 那種藍花 有這個Indigo這個顏色的藍花呢 一般來說呢 因為數量相對比較少 所以價格也就比較高 當時呢 這顆藍花在我2018年的暑假 結尾或夏末秋初的時候呢 買回來 那個時候它還是種在一個 2.5吋盆的小容器裡面 而且它的戒指是水苔 當時呢 其實因為它有花梗 而且正在要準備開花 所以其實我買回家呢 我是沒有對它進行換盆 雖然說那個時候的天氣還算是暖活 但是我沒有對它進行換盆 當然也是經過了一番的觀察跟隔離喔 邊隔離邊觀察 看看這個戒指 它裡面有沒有 比如說有一些蟲子啊 或者是葉子上面 有沒有一些病蟲害的特徵 那經過了一些時間之後 我發現感覺起來挺安全的 所以其實我是非常耐心的 等到這顆蘭花的所有的花都開完 卸掉之後呢 我才開始考慮怎麼對這顆蘭花 來進行一個換盆換大容器 跟換戒指的一個動作 我知道有些藍友 蘭花一買回家之後呢 會喜歡馬上換盆換戒指 但是有時候呢 其實如果季節不對 或是蘭花正在開花的話呢 如果說蘭花自己本身健康上沒有問題 沒有明顯的病蟲害 其實你可以加以隔離觀察 覺得OK之後呢 你其實可以不需要馬上換盆的 那以這顆蘭花為例子呢 我是等到它兩朵花全部開完之後呢 我才對它進行換盆的動作 那現在時間點呢 是來到了2019年的1月中旬中下旬 那個時候呢 是換盆過後了 它又在長一個花苞 那這個花苞呢 雖然只有一朵啊 但是我覺得也算是滿意 因為畢竟那個時候 在我這個環境裡面 應該還算是就是冬天喔 所以呢能夠這樣子長花苞開花 我覺得挺讓我驚訝的 那這個呢就是當時已經換完盆它的一個戒指 我選擇的方式呢 其實是戒指的伴水根 在影片的最後面幾張照片呢 你就會看到當時它戒指伴水根在 應該是2019年5月下旬的時候 它的一個根系生長的狀況 現在看到的是2月初左右 那等到5月初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的根系生長的狀況 那這個戒指伴水根 它比較不同的地方是 我其實內杯裡面的底部是有打洞的 但是因為我有內外杯交疊 所以其實我如果要讓它底部積一點水 我就是稍微給它多一點點的水 那它就會透過就是 粒子與粒子之間吸收的那個能力 那個功能呢 可以把底部的水分慢慢的往上吸 那我戒指伴水根呢 我的使用的這個材料呢 我的粒子顆粒呢 是有大跟小 那我通常都會看蘭花自己本身的根系粗細來決定 我的這個比例到底是要大的跟小的1比1呢 還是說大的要2 然後小的顆粒1 或者是大的顆粒1 小的顆粒2的這樣的比例 通常就是看根系粗寡來定 那根系越粗呢 我其實就會顆粒越大的我會多一點 根系比較細的話呢 我其實通常我會盡量用1比1的比例來幫它做分配 我很少會用到小顆的比較多 除非是像很細根系的蘭花 比如說文心蘭那一類的蘭花 我才有可能會用就是小顆粒的這個比較多一些 當然以上這些比例呢 其實都是根據我自己這個環境跟我的一個觀察 還有經驗去調配的 你們的環境不同呢 其實要多做嘗試 你會比較知道哪一類的蘭花跟它的根系的粗與細 在你那邊譬如說通風環境的好壞與否的情況之下呢 你可以去做多一點的嘗試 你會比較知道怎麼樣比較適合你的這個羊蘭的環境 那在這邊呢我們先回答幾個蘭有的問題 我通常呢其實盡量都會抽時間 在個別的問題影片下方的問題我會盡量的留言 那有時候因為工作比較忙的時候呢 我可能就是一個禮拜只會抽個半小時來盡量回答問題 不過呢有些問題呀其實在影片裡面 我還是會盡量找機會跟大家做回答 那這邊的第一個問題其實這問題我已經說過幾次了 就是新的蘭有他可能聽到我講說用雙氧水或者是酒精來做噴灑 那這些濃度是多少還有需不需要加水稀釋 那我先說不需要額外再加水稀釋它了 因為呢3%濃度的雙氧水其實它具有消毒的功用 如果你把水吸用加水稀釋它之後呢 有可能就減低了它的這個殺菌的功能 那酒精也是一樣喔我都是直接用50%或70%的酒精直接就噴灑 那這個東西揮發之後剩下來的水分呢就會跟一般的這個水是一樣的 所以呢不需要額外再加水來做稀釋就可以直接使用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關於LED燈喔問我說要買哪一種 那我個人呢有的LED燈呢是紅色跟藍光混合的LED的植物生長燈 但是在天花板上面呢我其實是裝有5顆比較大顆的白色LED的燈泡 所以我兩種都有用紅藍光混合的LED燈或者是白光的 而且白光的LED其實它的光譜是最全面的 所以你不知道怎麼選擇的時候呢其實選擇白光會是最保險的選擇 那至於品牌呢我沒有建議的品牌因為呢我大部分都是取決於價格 我覺得合理我就買來試試看 那這邊呢就是影片最後面到2019年5月中旬喔 5月11號的時候呢它的一個根系生長的狀況 當時呢有一片最老的葉子正在黃 但是你可以看到杯子裡面的根系呢這些白色的根系呢 都是已經就是種到這個新的盆子跟戒指裡面它長出來的新根系 那因為有用外杯照起來這些根系沒有抽到陽光的照射 所以它的顏色就自然而然會比較接近白色而不是綠色或深綠色 以上就是今天為您帶來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讚 如果你要繼續與我一起學習怎麼養藍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通知鈴鐺 謝謝您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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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